作为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张云雷在弘扬传统文化上面有着巨大的贡献 不但多次参加官方举办的《飞夷》传承节目 还带动着粉丝一起学唱传统曲艺 近日张云雷再次得到官方的认可 张云雷版的《重整和山代后生》 入选了苏少版八年级下册的音乐教材 不得不说张云雷真是好样的 不愧是德云社的大师哥 也是德云社师弟们学习的榜样 最后请大家一起欣赏 在《国风美少年》节目中 由德云社张云雷携手两位年轻歌手 带来的传统金运大鼓和流行说唱 融为一体的现场表演 《千里刀光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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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饭》 《战九长》 《线之里也更远》 看到张云磊演唱的曲艺入选教材 粉丝们也开心不已 也纷纷参与一起学习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调侃 让郭焚洋赶紧学习起来 要知道在《之前的子不与我与》的系列视频中 郭焚洋可以说是张云磊的噩梦 郭焚洋唱歌直接给张云磊唱自闭了 当然看到张云磊唱的曲艺能入选教材 大家也不稀奇 张云磊曾经不止一次在舞台上说自己喜欢传统 喜欢曲艺 他的《探清水河》不但大家耳熟能详 还被不少粉丝学唱 不少粉丝也是通过他的索林囊才慢慢了解京剧 能去听听京剧 甚至能跟着唱几句 如今更是通过张云磊了解京韵大鼓 虽然张云磊如今已经跨界成为了歌手 但也能看出张云磊在支持传统曲艺上的决心 在天津德云社成立 鼓曲社成立 天津德云社一周年庆典 张云磊都是有登台演出 就像他在采访时被问道 为什么穿上大褂就有那种感觉 张云磊则回答道 那是一种相声演员才懂的感觉 9岁学艺12岁登台 艺术基本功扎实 人品三观优秀 张云磊身上的优秀品质也值得大家学习 而作为中小学生的教育平台 也希望通过张云磊的带动 让更多的中小学生热爱我们的传统曲艺 不但学唱张云磊的传统歌曲 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学习到张云磊身上的优秀品质 这一次入选中小学教育平台 无疑是对张云磊艺术道路的最好认可 相信张云磊今后还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回报一直以来支持他的粉丝和观众